他发现这非常有趣的一些现象 比如说免疫功能低下 可以说是决定新冠患者会不会入院的一个问题 免疫功能低下的人 他进入重症 比如入院或者甚至进入ICU 他的比例占了什么 12.2%左右 而且就是说一旦入院 比如说你发展成重症之后 那么接种疫苗和没有接种疫苗的 这些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 他的死亡风险是没有差异的 也就是说发展到重症之后 这个疫苗其实不起大作用 哈佛有一项新的研究发布出来了 也就发现三分之二的常新冠患者的血中 有特殊的标志物 那这可能可以使通过生物标志物的测试 发现常新冠成为的可能 所以我想留医生请教一下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哈佛的这份研究 它对于常新冠有哪些新的发现呢 对 我们接着这个话题 就是说现在这个 因为一直常新冠实际上 足见得到医学界的关注了 以前就觉得这个不是个大问题 甚至说最早WHO也不太承认 现在我们看到他在这个研究 为什么确实很多人啊 在这个随着感染转阴了 但是症状还存在 而且还比较痛苦 那么这个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呢 他们就分析了大概37名患者 就是说患有这个感染过 然后呢同时伴有肠心患的症状 就是说采集他们这个血浆这个样本 进行这个血清学的研究 还有26名的是也有这个感染室 但是呢他没有常新冠的症状 来进行对比啊 看看有什么不同 然后通过这个检查这两组的血液 这个血清呢 他就发现了不同蛋白质的生物标志物 就是说他发现了大概三分之二的这些人呢 比如说在这个患有常新冠的这些患者中啊 他们血液中啊能够检测到持续的这个刺激蛋白 我们知道这个刺激蛋白是这个可以说新冠病毒 激发人体自食免疫力 造成这个细胞因子风暴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蛋白质 所以说呢这说明什么呢 这些人为什么持续这个症状呢 学者们认为啊 这个原因就说明可能啊 在体内啊还有一些病毒啊 这个藏匿的部位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一直在一些胃肠道啊 有些人可能还是在这个甚至肺啊呼吸道啊藏匿 有的人是不是在这个大脑中啊 中枢神经藏匿 所以他会有相关的不同的症状啊 当然这个涉及到了这个三种不同的这个病毒变体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欧米克戎啊 从这个1到5很多这个变体 而且呢这个次数蛋白呢 它有有亚型 有两个亚型 还有一个结合体 就是说在不同变种病毒之间 可能在感染人体的时候呢 它有这个结合 有些人可能感染了一两种这种变体啊 这个我就是简单的谈一下自己想法 实际上这说明什么呢 我们还是从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啊 中国的这个中医吧 就是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就是为什么这些人有这些长期新冠症状 说明这个邪气啊 简单讲这个邪气没有被人体完全清除 它还有一些这个致病的啊 像这个次数蛋白造成人体啊 这个炎症啊或者一些症状不消失啊 这样也起大家的重视 是刚才刘教授您所分析的就是 也就是说新冠病毒会对人体 会藏在人体的各个器官当中 那其实过去我们在过去的直播中也经常谈到 就是这些病毒可能藏在你的脑里啊 藏在你的其他的器官里面 会造成这种器官的这种长期的 就是长期新冠病毒的影响 那另外有一份就刚才有谈到 这个哈佛研究报告 是对于免疫低下的住院者 他接种疫苗 还有不接种疫苗死亡率的风险研究 那可不可以请教刘医生哪一个风险是更高呢 对这个呢我觉得最近这个研究 就比较让人有很多这个启发 他这是7月初的一个研究报告啊 他的数据是收集了美国十个州的这个病例 他时间跨度呢大概一年左右 从2021年的3月份到2022年的2月份 而且大陆的样本呢其实是蛮大的啊 他就说感染新冠入院的大概 在22,345名成年人 那么就发现在这个2万多名成年人中啊 有2209人呢 他的免疫功能低下 这些2000多人中 当然有些人是接种了疫苗了 有些人是没接种疫苗 那么这个他当然他的标准说 你至少要完成两剂的啊 疫苗或者是你像两剂必须 辉瑞他是两剂的 算是完全免疫他叫过去 或者这个Join Center你说打一剂也可以达到完全免疫状态 他认为啊 那当然呢就是说他发现这非常有趣的一些现象 比如说这个免疫功能低下呢 可以说是决定这个新冠患者 会不会入院的一个问题啊 免疫功能低下的人 他这个进入就是说重症啊 比如入院啊 或者甚至进入ICU 他的比例占到什么呢 12.2%左右啊 而且呢就是说一旦入院啊 比如说你发展成重症之后 那么接种疫苗和没有接种疫苗的 这些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 他的死亡风险是没有差异的 没有差异 也就是说发展到重症之后呢 这个疫苗其实不起大作用啊 疫苗在早期呢确实能起到一些预防作用啊 对这些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 就是说这疫苗起不了大的作用 所以说呢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呢 增强自己免疫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就是说在接种疫苗的成年人中啊 免疫功能低下的人 他进入这个ICU 就是重症监护室和这个造他的比例啊 以及这个院内死亡的比例啊 都是比较高的 比这个免疫功能相对正常的人 他是高的 再一个呢 和这个没有接种疫苗的 非免疫功能低下者患者比呢 但未接种疫苗的这个免疫功能低下者 入住ICU啊 或者院内死亡的几率也是更高的啊 所以说实际上他还在这些学者认为呢 就是个体的免疫功能低下状况 和患者的死亡几率啊 包括这个发展成重症的这个几率啊 他是有严重相关的啊 当然呢这个怎么定义这个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呢 他认为有一下几类啊 比如说你这个有多发性骨髓瘤的 我们知道的骨髓瘤他还是一种癌症了 因为他也会 我们叫他癌症治疗本身也好啊 或者癌症本身也好 他都会造成免疫功能的低下啊 再一个包括这个艾滋病患者 我们知道艾滋病患者呢 他有的人叫做零免疫功能 就是免疫缺陷了啊 他的免疫功能几乎就是为零了啊 再一个呢就是说器官移植的啊 器官移植本身呢 实际上他不会造成免疫功能低下 关键他要吃那个排斥药物 对不对 防止器官坏死啊 所以要几乎是终生服药 这些药物对人体免疫功能是有抑制的啊 当然还有很多这个现代疾病 比如说自身免性疾病 他要用这个免疫抑制的治疗方法 那么在控制疾病的同时 但是他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功能啊 也会造成这种免疫功能低下的状态